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广场 我是立法委员蔡奇昌 我们搭捷运或公车时 常会使用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网 看影片 但是相信大家都体会过 每次在捷运行驶中 或是人多的地方 上网速度就会开始塞车 奇慢无比 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调查发现 曾有高达98.28%的民众 对于行动上网速度感到不满 我们都非常羡慕韩国 日本的行动上网速度 抱怨别人上太空 我们还在杀猪公 显见对于一千多万户 行动上网的用户来说 提升行动网路速度 已是当务之急 除了上网速度慢 我国手机的支费 也是全亚洲最高 世界第五贵 我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一直要求NCC 必须严格监督电信业者 持续投入网路基础设备的建制 设法保障国人基本的上网权益 同时也呼吁业者 应该提供更多上网传输量 急剧让用户可以弹性选择费率 未来第四代行动宽频 也就是俗称的四机上路以后 可比现在的三机服务 提供更多的网路频宽 让上网速度更快 即使在高速行驶的车辆中 都能够维持资料传输的速率 我国在今年九月开始的四机频谱拍卖 目前标金已经突破一千一百亿大关 政府国库收入虽有增加 可以适度填补当前的财政赤字 然而赔钱的生意没有人做 业者为了节省成本 可能会开始购买劣值的基础设备 或是中国华为公司的基地台 对国人资讯安全造成危害 甚至会对消费者提高电信费率 来补足业者的资金缺口 也就是说从采购的设备 到消费者的权益都可能受到极大的影响 我们在此呼吁 政府应制定出一套监督机制 与有效管理的方法 为国人的权益把关 防止业者将付出的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承担 未来四机支费收费上限 不论吃到饱或以量计价 四机最高费率 也不得超过现行三机的费率 唯有如此国人才能享受到物美价廉的行动通讯服务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